先擦气管 让它充气 再擦控制器的线 第二步就要穿水面胶 怎么叫装 要搞到方面 朝上 靠进去 锁起 从 向外轮 进到向外轮 转上来 折一下这里 要到向外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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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转 穿下去 折一下 在这里有个手动按钮 用六角按一下 它刷在这把中 先把它穿在这里 穿在这里 一定要 穿过胶纸的线位 可以 松掉这个轮 松掉螺丝 提出来 对着你线位 胶线 胶纸 这边叫做大小 有线位可以再装上去 再上楼子锁 线位锁子 两边都要线位 两边都要线位 这线里的胶纸大小的位置 装上去 两边线位锁起 胶纸 胶纸的线位 两边锁起 那边锁起 那边锁起 用手轻微用力 拉不动正停刹车 锁起 装装 这里有两颗螺丝 这里可以 松开 松开 这里可以 深浅 刀片尽量不要超过 不要超过板外 不要超过线位 刀片尽量不要超过板外 才碰到它 锁紧 还有贵的 一定要锁死 第二步 打下来 轮子压胶 打下来轮子 一定要打在皮带上 轮子打在这个皮带上 中间有条硬的东西 就可以了 高低 胶子向外轮一定要向好 气压表一般在三公斤 三公斤正常 可以了 三公斤 螺丝 是 较高低的 这里是较高低的 上高 比如说 卡纸一般高低 打下来 放在这里 碰到纸张 不动就可以了 现在坑子要厚了 就滴了 打下来肯定打不了 就夹这里 插一刀 它的纸张刚好过去 所以就过去就打下来 只要它轮着打下来 打到纸张上 就OK了